第一个我们可能需要的就是用IPC加L1M把这个做出来 第二个就是再延伸出去 比如说变VBA VBA大概有我讲过两种形式 一个是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当然要自己做的 它不会自己出现 那你就按一下这个门号的程序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些全部填完 就类似按下去 填完了 那有个清楚 如果你要重新再输入一些东西 也许有个清楚 它会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这是第一个VBA的形式 那如果你工作里面有需要按下按钮 可以自动把报表全部搞定的话 那你可以把很多个阶段的程式把它传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达到所谓的一键完成 所有报表的目的 这一部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且很多公司其实已经都这样在用了 所以是对的 当然这企业的竞争 就是如果你每个人都区别这样的能力 每个人都是城市高手 不得了的 连书人员都可以懂利用这些方法的话 整个公司的那个竞争力一定就会很快就提升起了 未来当然还有可能很多东西 这个中话的背后呢 也可以慢慢把它改写升至成类似有点像机器人模式 那机器人有时候不一定只是单纯只是看得到东西 很多背后在网上的服务啊 现在很多像客服啊 他也变成是自动化服务 你比如说你出乎一些问题 他马上会给一个回复 回复其实不是一个客服人员 回复的其实是人家已经洗好程式 他是根据你的问题里面的观念 就是你找出可能的答案 直接出给你 除非你这里面都找到你要的 他在直接找专人 那个专人就可以处理真的是个别性的问题 而不是一般性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了九成以上的问题都是 都是他都相同的 所以你把这些整理整理 不是很快吗 那你会发现像电商公司 好像我知道像Momo 或者是像PC Home 他们这已经做了很久了 而且有专门的人就是在做这方面的服务 帮你做这些大数据的分析 OK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我想如果你会这些方法的话 我想绝对在公司的竞争力上面 一定会大大提升的作用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那个 除了第一个自动之外的话呢 第二个是说 VPA的第二种形式 其实你可以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呢 它的形式就是不是按按钮 它是怎么执行呢 一 按下上面有个插入函数吧 那理论上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去自己制定一个函数的话 在你们现在的电脑里面是没有这一个 这个类别 叫做使用者定义 除非呢 你在VPA里面增加了制定函数 方选 它才会跳出来 那因为我有弄了两个了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手机范围 那手机这个函数 如果你按确定 它其实就有点要问答的 也是一样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的 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什么呢 电信业者 第二个是区码 第三个是默码 那你其实其他事情都不用去想 反正你就给资料就对了 给完资料按确定之后呢 答案就出来了 最后只要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OK 这个是VPA的第二种形式 至于哪一种形式 比较符合你的工作需要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弹性 看工作上比较需要哪一种东西 所以现在有 某些 就是一般的企业里面很需要 所谓的自动化人才 而且是跨领域 它不是MIS 它是解决用者 类似像这方面的功能需求 去帮忙做这方面的call in 因为你MIS以前管的事情 可能又要管到一般企业的事情 可能太遥远的 那你要找外面厂商帮忙做 又缓不济起 那这部分怎么办 就需要有一些人 可以解决 这个中间那个gap 这中间到底是谁要去解决 你企业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其实像有些 我知道有些学生 他又是企业 他又具备有这方面能力 他就是很受欢迎 每个部门都很需要拉他过去 OK 而且当然相对的 他的那个升迁的机会 他也就越高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当然的制定函数还不是只有这样子 刚刚各位看到就是要三个资料 那就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三个资料 如果要选一个两个三个 如果我很多懒 那我们就五个六个七个八 一直选 那其实他们是在同一个范围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有另外一个 给提供资料的方法 就是我丢的时候不是丢三个资料 而是丢一个范围 就是把他那个范围选起来 三个范围里面 范围里面有三个资料 那我丢给程式的时候呢 这个方选会自动帮你切 切三个吧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这意思像这样 有没有要放这里 插入一个函数呢 多一个叫手机 加一个范围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给他的资料的时候呢 按个确定 就是不是给三个 当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吧 那我这个时候给一个范围 就把这三个给他 那后面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这些有没有 他会变成一个范围 那范围呢 在Excel里面就是一个array 就一个阵列 那阵列的话呢 基本上那就是用大瓜壶 有没有 一个大瓜壶开头 大瓜壶结束 然后中间的话 第1个资料 第2个资料中间加豆点 那其实是出唇歌里面 只要你选取 他就是一个范围 一个array 那当然你也可以针对这个array 去做切割 所以我们后面多讲 就是如果你将来给的资料 是一个阵列 那如何去把这个阵列给切割 再去做 就是帮使用者 把它做串接的动作 所以这边 那这个也是额外同学问的问题 那坊间的书籍 其实也很少人 有看到有这样的说明 有的话也写得很复杂 那这个解法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用自己比较简单的方法 因为坊间的书籍 可能会写一堆程式 那我想说写一堆程式 对一般同学来说 我一定没法接受 因为坊间的书籍 会用物件导向的写法 先set某一个range set那个range之后 再去做后续的会 然后可能要跑个回圈干嘛的 那对一般来说呢 光看到那些程式就昏头了 那我会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基本上呢 刚刚那个制定的函数 第一个只有一行程式 这个呢 多一行 就是解决那个阵列 两行就搞定了 所以后面 我写 我写程式的风格跟其他书 绝对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我写的跟书里面写的又不太一样 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我刚刚讲过 程式撰写 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教学的需要 以前可能会写用自己的方法 后来发现大家都看不懂听不懂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大家也可以听得懂 看得懂 而且会写 所以后来我就尽量把程式改成 可能有两个风格 第一个 程式呢 越短越好 因为多的话 大家就开始害怕了 这么多怎么写得出来 第二个程式怎么写呢 就是越直觉 直觉越好 你看得到你就会写了 你不用去背 因为你如果要背的话 你要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程式写不下去 学不下去 因为他都是用背的 哪有可能用背的 我跟你讲 程式没有一行是用背的 你只要有问题 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写程式了 那些程式的步骤 都是看着你到底要做什么 的每一个步骤 所以如果你逻辑清楚 步骤清楚的话 那你程式绝对写得出来 除非你自己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 我遇过很多user是这样子 问他说你要做什么 他跟你讲一个 然后隔天又跟你讲另外一个 后天又跟你讲另外一个 真的 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时候你 最后通常都建议他 干脆我跟你讲 就这样子 你就确定好 然后画压 然后确定了 你不要再改了 因为user一定要一直改 我就跟你讲 这样就对了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那种人的思考的观念 但是没有电脑的思考逻辑 那当然我们要取一个中间 你变成你的角色就是你帮他做沟通 你跟他讲说可以不可以 因为很多人他不了解 其实即便可以 但是也要花很多的代价 那也许你的预算还不到 那关键就是那个啦 你没有预算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说你有多少预算 做多少事 你不要没有预算 然后你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有的时候就浪费时间 没有交集了 所以所以我很喜欢 就是开门见山说 请问你们公司有多少预算 对不对 那我帮你做多少事情 这样的话后面就不用再那个 不然的话最后都谈不下去了 OK好 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的VBA的两种形式 一按按钮 二的话制定好怎么做 待会我们按部就班来完成 那第一个我们先用那个 REPT加LEM完成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边先等于 09 所以先用那个传统的方法 end什么呢 end这个 然后呢 在end什么呢 因为我中间要加一个减的符号 minus符号 所以在end一个 一样 减的符号 然后在end什么呢 end重复几个0 那重复几个0呢 基本上我用REPT 所以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这个前面这边再点一下 那找到REPT 如果你要第二次再加那个函数到前面的话 记得不要用插入函数 不然的话你公司就被盖掉 那你就选前面这个REPT 对不对 他会跳出说你要重复什么 那你就告诉他我要重复0的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加双语号 重复几次呢 那就是用3去减 3减掉 LEN 前刮弧 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后刮弧 那这个底下就会告诉我们减完之后呢 一个字 所以会补一个0 所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在后面再串什么呢 AND 再把84放在后面 所以前面REPT是解决重复几个0 后面再次把84放上来 那你做完之后的话呢 因为后面一样 H其实逻辑一模一样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call过来 所以call的话是从AND这边 F4后面把它Ctrl-C一下 在这边Ctrl-V 把那个G4改成H4 我习惯用点的 然后比较直觉 好 最后按打勾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所以当然函数呢 如果第一个你熟 知道哪些可以解决问 第二个就是你也要 慢慢可以做到 就是说你的逻辑到哪里 你也可以把那个逻辑 变成你最后的公式 那这个能力有的话 很多问题其实都会相当的简单 第一个就是利用 REPT加LEN 第二个当然你会想说 其实这种方法 其实是我之前在远传电信 也是企业内讯的时候 他们内部的 MIS人员想到的方法 可是我后来跟他讲说 这个方法其实不是那么 那么好理解 而且很花时间 还有更简单的 哪一个方法呢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格式化 TES 其实TES主要是格式化 格式化什么呢 就类似像这些 比如这两个 我如果要把它变成 三码的话 其实要选取它 出在格式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制定的方式 如果你要三位数的话 在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 制定 只要补三个零就好了 三个零就三个数字 意思是说 我一定要三个数字 如果不到三个数字 它自动会帮你补上零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除了格式里面有个制定 制定里面你补三个零 一二三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084 007就出来 但是 这个动作 它只是外表上面 帮你把它变成 上面其实没有 上面部分其实还是84 还是7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要真的 让它转成 084 或007 那你要记得 在Esser里面 有个TES函数 TES函数 就是真的帮你转 84就变成 084 7就变007 OK 所以 如果你只是按右键格式的话 那是表面的 真的要变 就是 必须 配合 刚刚讲的 TES函数 TES函数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把刚刚的东西 再改一下 AND 其实主要是 这个前面都一样 09 多少 后面的话 其实不用用repeat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插入一个 函数 用其他函数里面的 我一样找那个 它其实位置是在文字 文字里面的哪一个 一样底下 TES 就这一个 T-E-X-T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这TES函数还蛮常用的 而且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你的资料里面 需要做一些格式化 格式化成你要的格式的话 都可以用TES函数 所以当然有需求的同学 可以在函数说明里面 稍微看一下 它可以格式各种的 就是说像 日期时间等等的 反正 你怎么知道要格式化成什么 你可以配合刚刚按右键 制定里面的那个格式 都可以拿来这边使用 两边是相通的 那一边是表面格式 这边是真的帮你转 两者差异在这里 好 我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其实只要怎么样 给它一个value value的话就是这个84 可是我84要变084 底下的format test 记得给它一个文字 那特别重要 你不要只是给三个0 记得三个0前后 一定要加双引号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加双引号的话 它就不是有文字 它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在 在test它不接受 因为它第二个引述 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资料形态不对也不行 这个当然都是细节 很多地方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就是细节 考虑进去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080就做出来 有没有 应该更简单吧 如果用test来做的话 那就不用再绕一圈什么 还要repeat 还要用3来减 有的时候有些人还想不出来 之前想说用3来减 然后还卡住 3 所以很多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你要想说 你这个逻辑也有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像我看很多人 奇怪 很简单的问题 你怎么把它弄得那么复杂 所以其实聪明的人 是把问题变简单 但是不那么聪明的人 真的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变复杂 真的很多 我看到很多很简单的事情 它居然可以用得这么复杂 可以用得好多好多公式 全部都派上了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吗 你之后自己看都看不懂了 更不要说别人看得懂 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更好的招 所以只能用那些 全部把它串 当然你要想哪一个方法 像test如果会用的话 很快 简单 明了 快速 对不对 最后的话就是再把后面这边一样的吗 把它复制贴到后面 把那个什么呢 把G4改成H4 打勾 好 问题就解决了 有没有 答案也是出来 一样 OK 那类似我想你工作里面一定会蛮多的是 需要串接的部分 那当然可以思考一下 怎么样把那个文字类的函数 尽可能的熟悉 然后派上用场 马上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出来 因为你外部进来的资料 那当然也需要做后续处理 这个处理能力很重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 刚刚讲的是函数部分 它补充了一个test函数 那再来就是VBA 不过VBA你可能要先把环境 先准备好 首先呢 各位可以看到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两个部分 一段先完成 待会我们就要再进入到VBA的两种模式 OK